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卫报推介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挑战性的话题 英国的空置百货商店能否重货新生 曾经是城市生活中心的百货商店 如今却成为了凋零的象征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空置问题 但在这种挑战中 创新和希望的火花依然闪耀 从伯恩茅斯的Bobbies到各地的改造计划 开发商们正试图将这些过去的商业巨头 转型为多功能的社区空间 重新激活是中心的生命力 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重建 这些计划还融入了社区的需求 将就百货商店打造成艺术 餐饮和社交的聚集的 甚至是学生宿舍和工作空间 我们看到这些地方不再仅仅是购物的场所 而是生活、工作和互动的中心 尽管前路艰辛 这些努力展示了人们对于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渴望 并质疑我们的城市空间应该如何演变 那么这些旧百货商店是否真的能够重获新生 它们的未来将如何影响我们的城市风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向上 英国的空置百货商店能否重获新生 未报 百货商店曾经是欢乐的宫殿和现代性的剧场 封闭的商业城镇广场 你可能会在那里相遇坠入爱河结婚并布置你的新家 现在都不再是这些东西 空荡荡寒冷且笨重 它们占据着市中心 就像没人愿意搬走的冰箱冷柜 是高阶普遍微米的标志 它们长长的封闭窗户 前面板吸走了可能还存在的任何生气 然而仍有希望的迹象 正如50年前工业退却时仓库和车间 被改造成住宅和工作室 百货商店也可能如此 它们的低价值正在激发对其未来的创造性思考 年度设计奖戴维森奖 今年的25000英镑奖金 授予了一个将萨莫赛特郡汤顿的 旧德本汉姆百货改造成社区生活中心的提案 在伯恩茅斯 1915年成立的巴比斯百货 1972年被德本汉姆吸收 2021年关闭 其建筑的弯曲里面是一种愉快的混合体 柱子圆柱和圆顶 红色陶土 白色右面和绿色铜 设计风格有些偏离古典风格 就像海边花花公子穿的西装 它位于小镇迷人的起伏地形的一个受欢迎的地方 周围是驯化的布恩河流域 前面的一国维多利亚花园 蜿蜒通向海滩和码头 这些就建筑太大 太重要 有些甚至太美丽 不能简单地被丢弃 现在正在复兴巴比斯的开发商 Verve Properties 收集了像June这样的人的故事 他在1950年代从15岁起 就在软装和服装面料部门工作 并在那里遇到了他未来的丈夫Eddie 一名买手 或者Douglas Van 一名皇家海军的首席军事长 他在1952年与在巴比斯工作的Thelma 在餐厅结婚 Millie Foy 从20岁起在巴比斯的美发和美容沙龙 工作了4年 在那个现金通过头顶槽道 从收银台传送到会计部门的年代 他记得那是一个美丽的商店 一切都很奢华 他说 那是城市生活 餐厅有点像你去荔枝酒店 它有大马士隔餐巾 银盘和播放的音乐 楼下有模特游行 展示楼下出售的时尚 在那些日子里他说 人们会来伯恩茅斯购物一整天 酒店很活跃 北方的工厂放假时会有大巴车对来 巴比斯也是就业来源和社交生活的中心 每个人都有工作 会说包括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男人 这个海滨小镇在本世纪初仍有三家百货商店 现在都加上一个马克思和斯宾赛消失了 一家仍然空置 另一家正在其上层楼层改造成学生宿舍 高等教育在伯恩茅斯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 底层是零售 Verve正在将巴比斯打造成一个多用途的风潮 试图重建其过去的友好氛围 绿色遮阳棚已经添加 笨重的1970年代遮阳棚被移除 旧的巴比斯品牌 包括阳台上的卷曲 金漆铁翼壁字被重新激活 底层是巴比斯美容厅 一个友好放松较少企业化的版本 混合了本地产品和大品牌 在上层楼层 建筑工人正在揭开装饰丰富的浮雕石膏 打开被封闭的窗户 让就建筑呼吸 这是一种松散的 展示工作过程的 不太珍贵的改造方式 由本地建筑师Footprint协助 乐于将现代梁和管道 与过去辉煌的遗迹结合起来 三楼已经在使用中 是Gazni Pizza考厢公司的研发办公室 其员工在一个阁楼般的开放式 工作极乐趣的空间里漫游 有台球桌和桌上足球 上面是曾经优雅的屋顶餐厅 一个有海洋斑伦气息的空间 钢矿玻璃墙提供了小镇的广阔视野 正在成为餐饮酒吧连锁店的 Botanist的一个分店 一楼由Patch占据 居住地的联合办公空间的年轻公司 目前在切姆斯福德 高威科姆和特威克纳姆有站点 Bobbies分店将于今年秋天开业 下层楼层 通向街区后方的新城市花园 将包含零售仓 至少六个月内免费租给本地企业 South Coastmakers 一个不断发展的手工艺市场 将永久驻扎在下层 像其他复兴旧百货商店的计划一样 这带回了一个关于市中心应该是什么的 旧理念 多种用途的地方 而不仅仅是购物 这些新版本不会像他们在鼎盛时期那样华丽 但他们会更少单一 更开放和活跃 百货商店曾在电影 电视剧和歌曲中被庆祝 较大的百货商店 在从自动扶梯 电灯和玻璃板到签书 会和圣诞老人模仿者的各个方面都是创新者 为其服务标准感到自豪 1909年 在他的伦敦商店 戈登塞尔弗里奇展示了 路易布莱里奥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单一飞机 1925年 约翰·洛吉·贝尔德在同一场所展示了电视的原型 布莱里奥和我以各自的方式改变了世界 塞尔弗里奇说 百货商店启发了开创性的建筑作品 芝加哥的卡尔森·皮里斯卡特的精美装饰钢框架 巴黎的装饰艺术宫殿 斯图加特的曲线玻璃 表现主义杰作斯卡均 斯隆广场的彼得·琼斯的乐观现代主义 在较小的城镇 他们通常是本地企业 曾经英俊而自豪 风格从爱德华时代的巴洛克到英国节日现代主义各具特色 有些变得著名 理查德获利在Cose Corner中唱道 也许有个人在等我 头发上插着一朵花 这是关于他家乡谢菲尔德的一家著名商店 他们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20世纪中期大连锁店的收购 开始压制他们的冒险和个性时 他们失去了一些火花 百货商店的力量被城外购物中心和在线购物侵蚀 商业税进一步削弱了他们 许多情况下新冠疫情给了他们致命一击 Bills连锁店在2020年关闭了其23家店中的所有单一家 House of Fraser从2018年的59家 缩减到现在的25家 最大的崩溃是德本汉姆 成立于1778年 2021年关闭了其所有124家门店 在繁荣和历史悠久的地方 开发商正在找到可行的新用途 位于牛津市中心的家族企业Buzzwell & Co 成立于1738年 在2020年因新冠疫情加速结束 但其1920年代的实建筑重新开放为一个被宣传为诱人的奢华生活方式酒店的The Store 拥有101间客房和从其屋顶酒吧眺望的梦想尖塔景观 还有提案将该市的就德本汉姆改造成实验室 这种用途不需要太多日光 非常适合商店的深层平面图 爱丁堡的Jenner's地标 2020年的另一个受害者将成为一个完全翻新的百货商店 其上层楼层将有一个96间客房的高端生活方式酒店 其丹麦亿万富翁老板安德斯·霍尔克·波夫森 通过服装零售连锁店Bestseller致富表示 这是道德义务 要将其恢复到昔日的辉煌 它占据了一座1890年代的石头塔楼 一座装饰有文艺复兴风格装饰的商品供殿 正对着王子街的斯科特纪念碑 其复杂的内部 包括一个著名的三层豪华大厅、玻璃屋顶和拱廊 所有这些都在由大卫·齐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方案中 被恢复和尊重的扩展 窗户被打开、装饰被揭开 预计将于2027年底重新开放 负责的建筑师刘易斯·阿姆斯特朗在爱丁堡长大 他记得Jenner是一个城市机构 每个人都有关于他的故事 他说 每个人都和他们的奶奶去那里喝茶 也许一年只有一次 那是一个特别的事件 那是一个社交空间、一个公共空间 我们的目标是带回这种概念 对于拥有苏格兰22.1万英亩土地的波夫森来说 他对Jenner的复兴 似乎至少部分是出于对其名声和历史的吸引 酒店可能比商店更有利可图 再不那么著名的城镇接手 就商店更具挑战性 但潜在的生活提升更大 一个更大胆且最有用的改造是在普尔 就在巴比斯沿海不远处 一个NHS诊断健康中心由一个前Bills改造而成 其所有者Legal & General 希望这将吸引人们到周围的Dolphin购物中心 和临近的Kingland Crescent 后者曾是挣扎的零售区 现在正在转变 在这里通过两年免租和免税的租赁 他们吸引了年轻的独立企业 销售植物咖啡唱片珠宝时尚玩具的商店 以及一个平面设计师的工作室 在谢菲尔德有一个计划复兴曾经的Cole Brothers 这个城市机构 后来成为John Lewis 2021年关闭 开发商是Urban Splash 翻新了该市的野兽派Park Hill住宅区 其建筑师是Simon Offord 他的父亲David设计了Cole's庄重 且被列为保护的1960年代建筑 它将是一个用途会随着时间演变的商店 一个现在和未来的容器 Offord说临时和永久活动 可以在这里尝试和适应 希望是通过混合活跃的独立零售商 餐馆和酒吧激活底层 上层是灵活的工作空间 屋顶有一个袖珍公园 可以进行游戏和体育活动 地下室可能有一个俱乐部 也许某处有一些公寓 公共路线将在底层穿过 外面的路面将被咖啡桌占据 在汤顿的Apartment Store 由年轻的本地建筑师Studio Sar领导的获奖投机提案 比Bubbies和Cole Stores项目更理想化 在这里 他们梦想着一个为年轻人提供的可负担住房新社区 共同拥有共享社交 学习和工作空间 以及集体屋顶食品种植 它旨在成为一个原型 为我们城镇的心脏提供除颤器 Studio Sar的Johnny Buckland说 Apartment Store不仅会提供新的可持续的住房 戴维森讲评审团主席说 还会将高阶变回社区的繁荣中心 他补充说 评审团都能看到自己住在那里 过去这样阳光明媚充满希望的地方 可能会在田园诗般的乡村环境中被想象出来 这里的想法是让他在一个长长的 弯曲的 略带装饰风格的 就德本汉姆建筑的冷漠外壳中复活 由于Buckland和他的合作者 尚未与就德本汉姆的所有者 BP养老金基金极其开发合作伙伴 Ropemaker Properties讨论这些计划 这些计划离成为现实还有一些步骤 但由于后者尝试并未成功的提出了一个平淡的规划申请 打算用92套公寓取代就建筑 他们或许会考虑一个更具想象力的替代方案 Apartment Store的想法并不 支持者说幻想 其背后的团队包括社会责任房地产公司Stories 其联合创始人Paul Carr称这样的项目为自立的市政主义 吸引了智能投资 像伯恩茅斯和普尔的那些多用途 适应性强、开放式 社区友好的项目不是慈善事业 Verve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公司 旨在成功地将物业重新定位到更高价值的市场 但他们明白 他们必须聪明地解决像百货商店这样的问题 然而 他们确实需要一些耐心 以及想象力和不寻求及时回报的资金 当然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截至去年11月 73%的前德本汉姆商店仍然控制 你可能还会怀疑是否有足够的花店和咖啡店 以及充满活力的初创公司 来重新激活全国每一个前零售巨头 尤其是在不太富裕的地方 住房正如汤顿计划中提出的那样 鉴于我们正处于众所周知的住房危机中 是一个吸引人的但难以实现的替代方案 但这些就建筑太大太重要 有些甚至太美丽不能简单的被丢弃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资源的浪费 外面有足够的创造力和感情 可以让新生命从废墟中生长出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百货商店曾经是英国城市生活的中心 提供了一个多功能的环境 人们可以在里面购物 社交甚至找到终身伴侣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商业模式的变化 许多百货商店已经关闭成为市中心的空壳 德本汉姆 Debenhams和Hiles of Fraser等大型连锁百货商店的倒闭 标志着这一现象的普遍性 尽管如此 这些空置的百货商店并没有失去他们的价值 事实上 他们的低价值和独特建筑吸引了创意和重新利用的机会 例如 萨默塞特郡汤顿的一个旧德本汉姆百货 被提议改造成社区生活中心 赢得了年度设计奖代维森奖的25000英镑奖金 此外 伯恩茅斯的Bibis百货 也在开发商Verf Properties的努力下 正在被改造成一个多用途的综合体 以重现其过去的辉煌 在伯恩茅斯 Bibis百货的复兴项目 包括多层次的改造 项目不仅恢复了建筑的历史特色 如绿色遮阳棚和卷区的金漆铁壁壁字 还试图创造一个友好和社区化的氛围 比如 底层的Bibis美容厅 以及上层的Gesney Pizza烤箱公司研发办公室 都在这种氛围中运营 此外 一楼的Patch联合办公空间和下层的零售 也为本地企业提供了发展机会 另一个例子是普尔的一个前Bios百货 被改造成NHS诊断健康中心 吸引了周围商业区的活力 类似的 在谢菲尔德 开发商Urban Splash计划复兴曾经的Cole Brothers 将其改造成一个多用途的空间 包括灵活的工作空间 餐馆和酒吧 这些项目不仅是简单的建筑改造 更代表了一种市中心多用途发展的新理念 他们试图通过整合商业、社交、文化和生活功能 来重新激活市中心 使其不仅仅是购物的地方 尽管这些新版本可能不会像鼎盛时期的百货商店那样华丽 但它们更强调多样性、开放性和互动性 此外 还有一些更为理想化的提案 如汤顿的Apartment Store项目 由年轻的本地建筑师Studios R领导 这个项目旨在将旧德本汉母百货地改造成一个 为年轻人提供可负担住房的新社区 包含社交、学习和工作空间 以及集体屋顶食品种植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新的可持续的住房 还试图使高阶重新成为社区的繁荣中心 当然 这些复兴计划面临许多挑战 包括资金、规划和实际操作上的难题 即便如此 许多开发商和建筑师 仍然对这些就建筑的潜力充满信心 他们相信 通过创意和耐心 这些百货商店能够转变为新的 多功能的市中心空间 重新焕发青春 总的来说 英国的空置百货商店 正在通过各种创新和多用途的改造计划 重新获得生机 这不仅有助于解决空置问题 还为社区提供了新的就业和设计 社交机会 重新定义市中心的功能和价值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华尔街、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 Come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